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薇薇姐的婚姻还在吗 他就说这件事你们就自己想吧 雨带保留留下了非常大的想象空间 而吴宗憲这一次神救援儿子 也引起大家的讨论 因为吴宗憲开记者会的时候 一直骂他儿子 但很多人说你虽然表面上在骂儿子 但其实在做神救援 我们家祖宗十八代 没有一个人有过任何一个前科或什么 今天破了这个纪录 我没有任何要为他cover的一件事 他有音乐的长才 伯克利读三年就毕业 台湾这么好的一个人才 你吸那个东西干嘛呢 爸爸是气你讲了不敢做 你要嘛你去干脆混黑帮去嘛 对不对 爸爸的朋友那么多随便弄一个堂口给你嘛 那你不是这样的孩子 他唯一的堂口就教会啊 那个呼起来的感觉怎么样 我太醉了 我说过 您声浪荡子 勿声奴顿儿 我觉得你是奴顿吧 笨却是一辈子 哪那么傻逼呢 怎么站在路边抽大麻呢 表面上在骂儿子 但其实在称赞儿子说 儿子啊 你是音乐天才 你看 你读三年耶 伯克利音乐学院这么难读的 三年就拿到学位 而且还说儿子啊 平常乖得不得了都上教会 对不对 所以表面上在骂儿子 但其实是俄罗赢好谁了 现在的重点已经不是路西派了 到底是谁要帮 憲哥生那两个小孩 而且憲哥还说呢 这是他的新欢 而且MIT意思说不是混血儿 已经有这个对象 所以已经有这个对象了 他有讲啊 然后他一讲出来 你知道记者全部下风了 会说那你有离婚了吗 他都不讲 然后要跟威威姐讨论吗 会 所以大家就开始找说 到底是谁要帮憲哥生小孩 问题是憲哥说他想生儿子 对啊 为什么 有一个说法是这样 大家都知道 因为路西派是憲哥的独生子 通常是这样 儿子如果出了一些包的话 老爸都会讲说 我告诉你 你现在不是我家的人了 我就继续去生儿子 那你就不是我们家的独生子了 他是用这个来刺激路西派 好 我们来听 60岁还是可以啊 你看一下郭台铭啊 我们来听憲哥确实说过 想再生两个 我这个人现在还是说到做到的 我要再生两个 对啊 生人的小孩 活体的小孩啊 对啊 活体的吗 活体的 当然 可以 对啊 没有 我自己的小孩 没有 我自己的小孩 阿健哥 我请问一下跟谁生啊 我说真的啦 情感面的部分 慢慢在让你们知道 是代理人类吗 没有 没有代理 没有爱的话 我是做不到 所以是有心欢的女生 没有啦 这个女生 我们是要有小孩 那我就有小孩啊 那我也就有说什么 那慢慢会给大家一个清楚的交代 大家都在问 谁会是新献嫂呢 这几年呢 憲哥的绯闻对象是这个人 这个人是国光女神安以爱 为什么这么说呢 2017年安以爱 去上憲哥主持的节目的时候 在这个节目当中 有个主轴是说 你要怎么样让你的男朋友 主动跟你求婚呢 安以爱马上就说 我就会跟我的男朋友说 我怀孕了 然后现场呢 憲哥跟安以爱还演了一段 假装憲哥就是安以爱的男朋友 然后安以爱就对着憲哥说 Baby 我怀孕了 然后现场所有的来宾都认为 安以爱跟憲哥之间 应该有很多的火花 因为憲哥看起来 还满喜欢安以爱的 那除了这个Baby 我怀孕了这个梗之外呢 各位记得吗 2018年安以爱30岁生日那天 憲哥就开着Sandy他的女儿 送给他的500万的跑车 就做这个画面 然后去接安以爱 中间当然有一只狗狗 是憲哥的爱犬叫Bingo 然后两个人在干嘛呢 一边散步 一边一起去餐厅吃饭 因为 憲哥要帮安以爱过生日 那你知道这个影片曝光之后 大家就说 安以爱应该是新献嫂对不对 你知道 憲哥的金句 都会让大家下风 憲哥就说 他不是新献嫂 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叫狗男女 狗男女 因为我们都爱狗人 没错 你聪明 帮我照顾小狗 你知道Bingo真的好可爱 我以前在丹利的时候 每次憲哥去录影都会带Bingo去 那怎么办 他录影的时候 Bingo跑去哪里 他就在我们大陆里的乱跑 你知道吗 他不会不见 好可爱 可是这段狗男女的暧昧之情 从2018一直延绍到2020 为什么 2019 因为我媒体拍到安以爱 到这个憲哥家 过了一夜 没出门 那到了2020就有民众是拍到 他们两个人在淡水打高尔夫球 憲哥是很有耐心的 在叫安以爱打球 憲哥过去说呢 他对不起张薇薇的地方 就是没有时间陪张薇薇 可是怎么有时间就要爱女爱打球呢 我们当然就不知道啦 不过呢 要讲到憲哥这个 婚内的感情事件呢 很妙 这个人呢 其实憲哥过去谈他自己的感情 就说我告诉你们啦 在爱情的事件里面呢 我这个人很犯贱 憲哥自己讲的喔 他自己说的 对 其实我们印象比较深的是 忠孝仁爱恋 是啊 那当年多轰动啊 但是讲到这个忠孝仁事件 要先讲张薇薇 1990年呢 憲哥跟费玉清啊 他们常到一个薇薇法郎去理法 那憲哥呢就很喜欢 这个薇薇法郎的老板娘 就是谁呢 就是薇薇姐张薇薇 他追了张薇薇的时候呢 两个人就很低调的结了婚 他们生了三个女儿 一个儿子 那因为憲哥呢 开始在这个众议圈呢 成为众议天王 所以一般来说 他的人设就是一个 没有结婚 单身 然后常常会讲说 他的这个喜欢的对象 是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其实当时娱乐圈 知道他结婚的人不多 一直到爆发中校人事件 是因为呢 憲哥当时 他好喜欢陈孝轩 各位记得陈孝轩吗 长得很漂亮 然后经常去上 憲哥主持的节目 憲哥是怎么追陈孝轩的 各位知道吗 陈孝轩呢 当时有一次 他到高雄去做活动 因为很晚了 就没有车子回来台北 就住在高雄的饭店 然后晚上 憲哥就打电话给他 当时 憲哥还在追他 那聊着聊着 陈孝轩就说 我觉得好无聊 这个晚上 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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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了三个多钟头 两个人聊不完 聊着 聊着呢 这个陈孝轩 位于高雄饭店的房间 突然有人敲门了 三更半夜 谁会来啊 然后他去把门打开 各位 冰狗 吴忠宪就出现在他的房间门口 也就是说 各位你知道吗 他一边跟陈孝轩聊天 他担心陈孝轩很无聊 然后这个电话都没有挂 他就手上一直拿着这个手机 自己冲到外面 包了一辆计程车 三个半钟头 从台北沙去高雄 然后抓着陈孝轩的手说 来 宝贝我带你回台北 因为那个计程车在楼下等 你会不会中 你心情当然会很好 其实陈孝轩是一个物欲不强的女生 她很重重勤奋 还有一个说法是有一次陈孝轩出现在东区 她只看了一眼那个戒指 第二天 憲哥就买下来了 不过各位 戒指也好 跑车也好 其实是不会打动陈孝轩的 为什么后来陈孝轩很伤心 是因为后来她发现 原来吴宗憲根本就已经结婚了 还有小孩 你说她伤不伤心 她伤心 她会找谁去诉苦呢 偏偏她就找了吴宗憲 她的节目的制作人叫詹仁雄 就跟她诉苦 诉苦到最后 陈孝轩跟詹仁雄谈了恋爱了 你觉得憲哥心情会好吗 所以当时憲哥就对外说 他其实跟陈孝轩已经在一起了 这事情就是当年的忠孝人事件 你想想看 所以陈孝轩的恋情 是憲哥自己把她爆出来的 可是你知道吗 他有宣誓主权 没错 可是 憲哥是那个节目的主持人 对不对 可是背叛她的是她的制作人 然后她那个节目还要进行录录影 我觉得这样讲也不公道 很尴尬 憲哥自己跟陈孝轩交往的时候 不是也劈腿了吗 我从头到尾 都不知道她有婚姻状态 那从头到尾 我也不知道说 她还有进行另外一个家庭 我觉得我也希望这个闹剧 可以到此告一段落了 因为这批基金上的事情 我也希望她自己好好处理 那希望大家以后 关于她任何事情 可以不要再来问我了 其实后来媒体也发现 憲哥在跟陈孝轩交往的过程中呢 还有另外一位线嫂 其实我过去在报社的时候 我经常跟憲哥聊天 我发现憲哥是个天才 他说他这辈子从小到大 他不太需要睡觉 我们女生可能就要睡个七个钟头 八个钟头 她睡一个小时就好了 那其他时间都在干嘛 主持节目 做生意 谈恋爱 所以憲哥不用SK2就对了 可能喔 那因为她有这么多的时间 她经常呢 也就是说我刚提到 除了跟陈孝轩在一起之外 有媒体就爆料说呢 其实憲哥还有一个女朋友 叫Candy 这个女生很辣 憲哥喜欢女生类型都一样 要长头发胸部很大 身材很好 但很有个性 那这个Candy其实跟憲哥 已经同居了七年 也就是说 憲哥追陈孝轩的那个同时呢 他其实有个同居的女友 叫Candy 那媒体拍到呢 Candy跟憲哥在公园里面 就有亲亲抱抱 那就表示你们两个 应该在谈恋爱 所以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后来有人爆料说 因为Candy是一个很辣 然后个性很刚烈 憲哥如果没有时间陪他 有一次憲哥形容说 他赶着要去上 就是要主持节目 然后在电梯里面的时候 Candy就去抓他 结果抓的时候 好像Candy就打了憲哥 后来 憲哥打憲哥 听说憲哥被打了咪咪帽帽 那就是大家懂啊 头破血流的概念 但憲哥有替Candy讲话说 不是他打的啦 真的是 就是有跟朋友的误会 所以其实我这样子 不是Candy打的 可是你这样 不就此地不赢三百两吗 而且憲哥很妙 他最后去聊说 他这些绯闻女友当中 他最爱谁 我最爱Candy 我对他真的念念不忘 是他那个时候最爱Candy吧 对啦 因为后来又有送心霓 不是吗 是 但是除了送心霓之外 这我就要讲到小葛了 小葛当时当狗仔的时候 他经常就骑摩车回家 小葛现在耳朵好痒 真的 后来上节目 怎么耳朵那么痒 小葛是憲哥的克星 为什么呢 因为憲哥很好拍 他不太有警觉性 憲哥很好拍啊 好拍 因为他真的没有什么警觉性 小葛说他回去的时候 或经过基隆路 他觉得很奇怪 在基隆路一栋这个民宅门口 永远停了憲哥的车 可是憲哥不是住在那里 他三步时就会出现在那 所以小葛后来就到那边去跟拍 就发现原来在基隆路这个民宅里面 住了一个辣妹 她叫Kelly 中文名字叫张永兴 而且那个时候她好年轻 大概只有20出头而已 很美 很美 然后呢 我们继续盯 就发现憲哥呢 庆生会那一天 这个妹妹呢 会跟憲哥是一前以后 进入庆生会现场 然后会一起离开 然后憲哥跟他的儿子女儿吃饭之后呢 也没有回到张薇薇的住的地方 反而到这一个 有沒有 几隆住的地方 对 后来我就问憲哥说 你该不会跟他同居吧 你知道憲哥说什么吗 嗨 你们都误会了啦 我的LED公司就在那一栋楼 我跟他真的没有关系 LED公司都在那边倒了 打个情形 但是你相信吗 而且根据小可的说法 其实那个上面都是一般的住家 根本没有公司 那这段情之后呢 还有一个新线嫂 就是我现在要讲的宋欣宁了 所以宋欣宁之前还有一位 对 然后宋欣宁也是因为经常上节目 所以就跟憲哥就传出来 他们有绯闻 双方都不愿意承认 当时我接到一个线报说 憲哥跟宋欣宁要在东区的一个烧肉店约会 那当下我就派小可去了 小可到了那个烧肉店的门口的时候 不久 就看到宋欣宁下了计程车 那宋欣宁很有警觉 宋欣宁这是小可的影片 你有没有发现 戴着帽子穿着红色衣服的一个背包 那是宋欣宁 但是为什么 这是小可拍的影片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为什么一直对着拍影片的人拍照 然后一直站在路边不走 是因为他发现好像有人跟拍 他又不能确认那个人是不是在拍他 然后呢 因为小可那时候也只有20出头 你知道也是个大学生 所以他们两个人竟然在巷子里面对峙 后来宋欣宁 所以小可拍他 他拍小可 对 而且好笑的是呢 宋欣宁就干脆不进去烧肉店 就跑到东区巷弄里面乱跑 然后小可是不是就跟着他 然后宋欣宁就跟小可玩一二三木头人 大家知道吗 一二三木头人就回头看 然后小可就站着不动看着他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宋欣宁看着小可 小可看着宋欣宁 然后这样来来回回好几次 后来小可就觉得说这样不对 所以就call另外一个狗仔 要来跟拍宋欣宁 所以当时小可干脆就转头就走 对不对 这下宋欣宁不饶过小可 换宋欣宁拿着手机跟拍小可 明星跟拍狗仔 什么 一路拍也拍出去 然后后来两个人对峙了好久 最后宋欣宁离离开也就没有去 憲哥的那个约会 憲哥那天其实有到少肉店 我们后来有拍到 那这个约会就破局了 但还有后续 因为宋欣宁竟然把小可的照片 PO在当时还没有脸书了 早期有什么无名小站 PO在网络上 然后她说各位看一下 这就是狗仔的脸孔 你知道狗仔最值钱的是什么吗 是脸 因为那个脸 她就没办法当狗仔 还有宋欣离的这个脸书跟无名小站 大家都会看 那不就告诉所有的艺人说 快看 她就是狗仔 所以当时我就去拜托宋欣离说 你能不能把那个 就是小可的那个照片拉下来 宋欣离当时还称赞 因为小可说这句话一定要讲 不能剪掉 宋欣离说 没看过这么帅的狗仔 所以一定要把他PO上去 我们回到陆星派 这一次吴宗欣会再度要上版面 最主要就是为了要救援自己的儿子 他在救援现场还说了什么 他说当然了 吸毒是不对的 但是如果跟赌博比起来 那赌博更糟糕 他可能是心有所感 因为这一辈子最痛恨的就是毒品 爸爸已经讲过了 最糟糕的就是毒 对不对 对 更恐怖的当然是赌啦 那你是不可能会赌的 赌 赌死了全家人 赌 就赌死你自己一个也OK了 也没关系 但是你做了什么你就认什么 是不是沈救援呢 OK的啦 赌只是赌死你自己赌更恐怖 憲哥为什么认为赌更恐怖呢 因为他是受害者 对 所以憲哥其实他并没有说他没有赌过 他其实已经金盆洗手了 但是网友就说听了他这段话 就把他以前赌的历史翻出来了 其实憲哥他以前曾经在康熙来了 讲过说他去在澳门赌场赌的时候 他给赔赌的女郎的小费就是一万美金 这出手很大方的 他后来2007年有承认过 他在澳门赌场曾经输过一百万美金 三千多万台币 好赌 他其实在乃哥的至尊百家乐上也讲过 他有时打麻将也赢了十几万 就后来对方赖账什么的 结果乃哥一说国税局会查 那憲哥说我现在已经不打了 不打了 不赌了 好 讲到他输三千三百万台币 一百万美金那一次 怎么回事呢 其实那次2002年闹得非常大 其实据说应该是瓜哥揪憲哥去 因为瓜哥是老前辈 瓜哥带憲哥到澳门赌场 那个时候其实流行众议大哥大 去海外的赌场 那个时候澳门 这个什么 马来西亚 新加坡 都是云顶这些 因为他们的秀场就在casino里面 大哥他们其实都会到这些地方去玩 那瓜哥应该是仕途老马 那次带了憲哥 憲哥出身之赌 就没有想到输了很多钱 就被 那个时候没有狗仔队 就是输三千万那一次 那次就被旅客看到说 他们在机场大吵 就是一次说 你怎么带我来 我输这么多钱怎么让大吵 那就把这个料报给了报社 就被登出来了 那登出来之后 其实当然当时双方都否认了 因为因为憲哥说 没有我们是要去做秀 那是六点钟大清早 精神不好什么的 但是憲哥你也知道 憲哥这个人讲话 有时候人来风 有时候无厘头 他会经常爆出一些 很奇怪的事情 他过一段时间 就把这个事情抖出来 就说其实他知道瓜哥的赌 是很厉害的 他说瓜哥曾经跟他讲 瓜哥曾经在拉斯维加斯赌 他说瓜哥你知道吗 瓜哥赌 他意思说他是小咖 瓜哥是大咖 他说你知道瓜哥赌 那个动辄一秒钟 都是上亿台币 他说有一次瓜哥 就是因为在拉斯维加斯 在那边玩 都不想回来 错失了跨年晚会的主持了 差点都回不来 组织跨年晚会 就坐在堵桌上起不来 因为马上就要挂跨年 要回台湾了 就说不起来了 那憲哥说你知道 他一秒钟都上亿 他怎么会在乎 跨年晚会那几百万 当然不是钱的问题 跨年晚会万一主持人 不进来还得了 对不对 这2002年 一动就动了十几年 两个王不见王 不讲话 这个东西一直到了好久 到了2014年 有个新的电视台 在内湖成立了 两个大哥都去录影 楼上楼下录影 就是不见面 有人说 那个瓜哥在楼上 憲哥你要不要怎么样 两个人就是不见面 2014年都不见面 王不见王 到了2016年的那个时候 又时间隔九了一点了 那憲哥开始 综艺节目又起来了 瓜哥有称赞过他 但两个人真正破冰 是在2017 那一年金钟奖 两个逃不过了 两个人各入围两项 综艺节目都入围 然后一支节目也入围 两个人都在国府健健馆 必须要见面 每次揭晓钱 所以两个人就破冰了 破冰了以后 大家就说 之前很多话都是记者 时间久了 他们也可以推给媒体 记者乱写的 反正没有照片 没有纯正 都是乱写 乱讲的 怎么样怎么样 好 我们讲到 其实大哥 为什么那段时间 综艺大哥 为什么会喜欢赌呢 这个要研制于秀场 因为大哥都 台湾综艺大哥 都从秀场作秀开始的 作秀都在后台打麻将 因为秀场 一个秀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时间很多 后台消磨时间 秀场当时非常多 关于读的笑话 最经典就是刘雪华 因为刘雪华非常爱打麻将 刘雪华拿了行李去作秀 刘雪华是玉女 玉女 琼瑶玉女对不对 对呀 他不用到饭店check in 因为你作秀要住饭店 他直接到后台 后台打麻将 七天七夜 他不用住旅馆 就在后台 那这是刘雪华 那其他 像那些贺一航 贺一航讲有一次 他打麻将 输了四十万 贺一航 贺一航 他输了四十万 他说 我输得值得 为什么呢 我终于跟大哥 同在麻将桌上了 也就是说 他终于打进大哥圈了 在这秀场里面 好 那你讲到其实 这个麻将文化 赌的文化什么呢 其实这些大哥 还是一种社交 社交 或比谁的实力强 谁的阅历 阅历这些方面的 那有一次 那其实小的综艺咖 就要攀大哥 那有一次 陈维铭就讲了一个事情 那个时候郑敬一大哥 陈维铭有一次 到郑敬一家玩 都是大哥在打麻将 那郑敬一的时候很忙 就说那维铭你来带我 带我打两把 陈维铭上桌 他说赢的算你的 输的算我的 那陈维铭一上去 你打多少钱 五块十块 好 那五块再打他打 一打完 打完以后 郑敬一回来 一截 输了四百万台币 他不是说 他打五块十块的吗 他才知道 大哥里面的五块十块 是五万十万 吓死了 他根本跟大哥讲的话 语言是不一样的 那郑敬有买单吧 那郑敬一买单了 那陈维铭就变 郑敬一小弟 有一次陈维铭 到郑敬一家里面 一到家里面 发觉郑敬一家里面 怎么那个塑料袋 一大袋 一大袋 很多袋 郑敬一就说 维铭等一下 你帮我送一下 这是要还给别人的 他一天就知道 这是赌债了 因为那个时候 很久以前 没有一千块 五百块 都是一百块 一百块的 所以一大堆一大堆 那维铭就知道 帮他送上送 送到太多了 送到最后三四代 还没有送完 要放到家里面 吓都吓死了 这钱在家里面 要被偷了怎么办 后来你就知道说 其实当年大哥们 他们赌 是因为有社交 也有大哥的地位 谁比较厉害 有各种因素在里面 但是赌到请家荡产的 也有了 台湾艺人继林瑞扬之后 下一个GG的 会不会是张信哲呢 张信哲出了什么事 继西米华事件之后 情歌王子张信哲 被实名举报 牵涉其中 我们先来听 举报者怎么说 本人实名举报 台湾恶首张信哲 2020年2月20日 公开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刻 公开代言 菲律宾王冬大名平台 公开挑战公安部 零容人进行 你越打击 我越代言 在国内到处走去 上节目 开演唱会有到钱 背对还要帮助 境外网络信息 我们不知道张信哲的命运如何 但牵涉到习米华 大家很担心 其实今天大家听到 张信哲被实名举报 其实有点惊讶 以为他是像王力宏这样的绯闻 结果不是 他是因为代言了这个网站 就是那个赌博网站 但是他是习米华的赌博网站 对 菲律宾的 因为习米华当时的赌博网 那个版图 扩张到菲律宾 但话说这个是实名举报 他说因为他当时 是相信张信哲看起来就故意 很老实 所以他就进了这个网站 而且说这个网站可以盈利 然后他就开始放松警惕 就一直玩一直玩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 刚好这两年是中国疫情最严重 你又不能出去爬爬灶 你就在家里 然后就开始玩玩玩 就后来他一路被骗了150万 所以他认为张信哲要负最大的责任 好 但我回来讲张信哲 这几年在大陆 其实赚了不少人民币 台湾讲 我觉得他有点像林志炫一样 他是参加这个我是歌手 而且他是补位出场 2016年 结果一路唱唱唱 唱到了亚军 然后后来就商演不断 那时候有说他一路的这个商演 一场是高达70万人民币 70万 70万一场商演 那他整个年终 大家有帮他算 至少是台币三亿元的收入 好 我们来听一下张信哲的歌声 好 太多年了 好 太多年了 太多年了 好 太多年了 我再也不愿见你 在深夜里埋醉 也不愿别的男人 坚持你的妇媚 你該知道 這樣會讓我心碎 怎麼忍心怪你犯了錯 是我給你自由過了活 讓你 現在仍然是KTV的熱門點唱 但我回來講張信哲 雖然他不斷商演 但是爭議也不少 坦白講真的還好 因為情歌王子 他出道這麼多年 大概他因為還滿結身 自然也沒什麼緋聞 他唯一的 這個你可以查到 就是說比較大的爭議 是發生在2012年 當時他去洛陽 進行一個演唱會 坦白講他也是受害者 那場演唱會是怎麼回事 是說商演的主辦單位 是跟大家講說 這場有大咖 是張信哲跟梁靜茹的 聯名演唱會 你知道那時候粉絲很多 甚至還有人從北京 上海 你知道那個賣價 賣到最貴一張票 是1600塊人民幣 大家都蜂擁而至 來 就後來等等等等等等 這個一路推演到8點半 都還沒有開始 後來大家開始鼓動 然後主辦方就開始派一些 什麼酒吧這種不知名的 一些歌手先來電場暖場 那後來大家覺得說 怎麼老是這些人 我要看的是詹敬閣 對 我花那麼多錢 1600塊人民幣 甚至還有人坐飛機來 就後來到9點半的時候 梁靜茹就登場了 梁靜茹唱了三首歌 所以張信哲到9點半還沒登場 還沒有 結果梁靜茹唱三首歌走了之後 又開始一堆 就開始一個小咖來 就到了10點鐘 大家都開始拍桌子拍桌子 我要張信哲 張信哲到了之後 他只講了一句大家好 結果那時候已經氣氛都不對了 很多人就開始丟瓶子 就說什麼搞到10點 然後後來主辦方不對 看到不對 就趕快把張信哲護送下台 結果張信哲只到了 只講了三句 只說了大家好 只說了大家好 歌也沒唱 對 然後後來這件事情 就被整個丟瓶子 就鬧場結束 最後主辦方在警方的要求之下 有被要求要退款 第二件事 最後一件事 你有被要求人的 感谢观看